一般來講 當歸它本身會有生血的效果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會比較建議是在 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子宮肌腺症 或子宮肌瘤的患者 那我們真的會建議不要捨取當歸 因為它會讓你的肌瘤 長得會比較大一點 因為它本身有生血的效果 那人參呢 人參是大補元氣 它會讓你的血壓上升 所以平常在正常的人的身上 其實我們都不會建議吃當歸跟人參 一個會影響你的血壓 一個會讓你的血液生成過快 所以對於有生殖器官的癌症的患者來講 我們都會建議不要 那除非你是大病 就是你身重病 或者是你是極度貧血的患者 那你這個你就可以選擇當歸 或者是人參來使用 所以這個使用上面 我們會建議大家 你可以先去找中醫師評估 自己的身體的狀態 適不適合再來使用